很好优秀的台湾青年 以一技之长为国争光 这是今年在俄罗斯刚刚落幕 有季职界奥运封号的国际技能竞赛 今年台湾拿下五金五银五铜 二十三优胜的好成绩 尤其其中这一位大二的女生 杨婷玉 她更是在汽车喷漆内 拿下十年来台湾的第一面金牌 被封为新生代最厉害的女力 我们也直集了 她在台湾喷漆练习的秘密基地 另外还有这一位 是综合机械的国手郑紫阳 她也为台湾拿下铜牌 从上一次的挫折勇敢站起来 带回了好成绩 就是这光荣一刻 台湾好手远赴俄罗斯 在第四十五届国际技能竞赛 拿下五金五银五铜 二十三优胜好成绩 尤其他更被选为 国家最佳选手 年仅二十一岁的杨婷玉 历经四天 完成保险感 引擎带喷漆等项目 为台湾赢得汽车喷漆金牌 来 杨婷玉 欢迎来 在大雨中冲上台 还跳起来正地欢呼 因为汽车喷漆金牌 台湾已经等了十年 就是很意外 很意外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想过要拿金牌 也想说拿了佣胜而已 我们在台湾就会这样吓到雨也感觉了 打败各国好手的训练就从这里开始 升大二的暑假透过七夜梅合进入台北伊德车身课上班 熬过边工作边训练的艰辛 活手培训期甚至每天练习8到12小时 因为这一次是盲试题就是我们都没有事先公告试题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在车厂上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助力吧 刚好这次出题的题目都是比较偏向业界的试题 全喷嚏部门只有他一名女生 何时爱上为车上期原来跟父亲有分 因为爸爸当初是希望我就是走汽车修护这方面 就是修电速箱啊就是引擎啊电机之类的 然后后来我跟他说我想要学潘漆 他就是因为潘漆大部分人的刻板印象就是 那个很毒耶 就是跟爸爸讲啊跟爸爸讲啊 讲说其实我们工作的设备是很好的 所以不像你们就是就是印象中那些印就是刻板印象 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调配啊 这些其实很多男生其实都会打啦啦 随便啦多加一点没关系啦 对啊可是他在这一块我觉得他的细腻度够啊 脚等一下磨不到的用手修就好 不要硬用机器修 要不然等一下就先顶了 其实潘漆是最后步骤 像这片有损伤的叶子板 要先耐心谷土研磨才能接续下一步 而这也宛如婷玉备战时的一步一脚印 每次他在遇到瓶颈的时候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他会选择就是停滞 那他比较不一样真的 他会一直去想要找到答案去突破自己 对这是他的坚持 在这个训练从我们基础一开始的全国赛的训练 包括我们已经入选国手之后 那裁判长劳动部其实有给很大的资源跟支持 那历届的一些优秀的选手 也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去 我每次看到他跟这些同事们 男生前辈们一起相处 他就像一个大孩子一样 大男孩一样 他非常有自信 而且我被他的那个表达出来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不容易 从原本所学的汽车技术 转到汽车喷漆只有一年半 亦时亦有的启蒙老师坦言 秦瑞也曾有过壮强期 因为我都会提醒他 如果今天做不好那就不好了 对啊 我们知道就想说 我们明天要怎么把分数追回来 他压力比我很大 我压力比他还要大 为什么你觉得他压力比很大 因为我就很轻松去比赛 他就很紧张 然后就一直跟我讲 我比较大 我一直说他 对我在比赛的时候 他就在外面走来走去那边看 所以我只会跟他讲说 我可能觉得我需要骂你骂一骂你 明天就会争作的 加油 穿心你可以做到 好 媲美技能界奥运 两年一多的国际技能竞赛 对于伯手来说 一生却只有这一次机会 选手多年努力 有人甚至为了国手训练休学一年 像是郑紫阳因为家里也是机械产业 在就读台中高工机械科时就立志成为国手 这回勇夺铜牌却坦言不太满意 虽然我们职内很久没有得牌了 可是 就是自己明明有实力 可是只是拿铜牌 觉得还是不太满意这样 这个速度一定要加强 当然精度是跑不掉的啦 你的速度一定要加强 然后车的纹路稍微 整个进取稍微顺一点 仅三年的时间几乎全年无休 日练十四小时 就是这样不服输的决心 让紫阳从上一届分区赛 被淘汰中跌倒战起 每个人玩的时间是一样的啦 我现在不玩的话 我之后可以玩更多 他们现在玩的话 他们之后可能就没得玩这样子 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因为自律他密集的在机台前 一练再练 从春日赛 全国赛 国手赛 最后站上世界舞台 这一次的题目是跟以往练习的 有比较不一样一点 就是要比较 比较靠一些临场反应这样 比如说这一次临剑通常是大剑 以大剑为主 然后我们通常做的是 小小的那种临剑 所以就对我来说是 是蛮大的质迹 成功不是凭梦想和希望 而是凭努力和实践 今年的热情决定世界的温度 他们用技能让台湾 在世界舞台再次发光 可不可以用凭梦想和实践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